孤僭 詞曲 李柯 李柯 曲 李柯 曲 李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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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 夜依旧飘落 爱依成流火 强不痛 思念是夜里的惊鸿 明明已不敢触碰 我的心 为何相知就懂 一年后在无影中 流到梦里再来相逢 任凭眼泪送越几个春的梦桐 听愿深深深不过痛 一年悲欢唱那梦 半生纠缠着你和我 命运匆匆相见又相送 爱恨如梦如火难如风 冥冥之中我们的相拥 只怕有时而无重 风风风火火春夏又秋农 我们都被情愁来捉弄 年年之中那年的我们无重 梁儿 你先走 我不走 有小老虎 有小老虎在哪儿 不怕 你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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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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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臣护驾来迟 请皇上恕罪 良儿 皇上一片人心 竟让他们如此践踏 传本宫一职 所有傲拜党羽 杀无赦 臣遵旨 本宫知道 你是傲拜一手提拔的 如果你敢在这件事情上 有一丝一毫寻思舞弊 别说你这个刑不尚书的官冒 就连你的脑袋也别想要了 微臣不敢 少爷 姐姐 我回来了 姐姐 戎若 你可回来了 姐姐 这几天良儿妹妹有没有来找过我 我约了她一起放风筝的 不要说了 我听阿玛说 亲王府一家为止造反 朝廷出兵剿灭 那良儿呢 良儿妹妹 不行 我得去看看 等等 我跟你一起去 阿玛 阿玛 你们俩去哪 阿玛 良儿家有难 我得去救她 你去救她 你救得了吗 太皇太后 本来就怀疑纳兰一家 向着敖拜一趟 现在 阿不奈造反 昨儿皇上遇刺 纳兰家 是被立在了危墙之下 稍有风吹草动 就可能成为千古罪人 记住 切不可感情用事 阿玛 您先不要生气 若若 咱们先别去了 再说了 你姐姐 马上就要进宫了 为了她的前程 也得考虑后果 义父 亲王府的小格格 来找公子 去 去拿兰府 找你的 容若哥哥 走 走 走 莲儿 莲儿你没事吧 容若哥哥 舅舅 舅舅 莲儿已经没有家了 可娘 让莲儿来找你们 莲儿别怕 以后这里 就是你的家 容若哥哥 我不怕 阿玛 莲儿才十岁 就成了孤儿 已经够可怜的了 我们要是把她赶走 和杀了她 有什么两样 孩子 我们如果把她留下 很可能就是个祸患 太皇太后命我平叛 目的是为了考验咱们纳兰家族 对皇上的忠诚 如果把她留下 我们纳兰家族 很可能就是第二个亲王府 那我去求皇上 站住 就算皇上同意 太皇太后也不会同意的 下令绞杀的是太皇太后 那阿玛打算把梁儿怎么样 把她 交给太皇太后 您除非是杀了儿子 否则的话 儿子拼死 也会护着梁儿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啊 阿玛 阿玛 梁儿一夜之间 失去了所有的亲人 我们是梁儿 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了 还请阿玛 救救梁儿吧 请来 事到如今 我们没有办法 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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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我就是你的亲人 哥哥会保护你 让你快快乐乐地 过这一生 仁若哥哥 皇上为什么要杀我们全家 因为 因为你阿玛做错了事 是 就因为我阿玛没有去瞧见 就杀了我们全家吗 妹妹别问了 大人的事你不懂 长大后你就会明白的 我不明白 我只知道阿玛 额娘 哥哥都是好人 这个皇上是坏人 我恨他 嘘 时候不早了 妹妹早点歇息吧 我说是 父亲 他有什么事 他们在那里 他们在那里 他有什么事 我们在那里 他有什么事 义父 你还在为梁儿的事情烦心吗 义父放心 纳兰义这条命是义父给的 我一定想办法为义父排忧解难 孩子 你的心意义父心灵了 赫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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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救命 柳儿 快跑 看你 住手 把刀放下 但是 你 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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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就是白兽之王 不会有事的 你要是不相信我 三天之后去福佑寺门口找我 我一定好好地在那儿等你 不 我不走 你不是说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家人了吗 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你醒了 你总算醒了 你们是谁 别害怕 我是你如若哥哥 我不认识你 他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 这位姑娘头部可能是遭受了重创 导致神志迷失 她不认得眼前人也不记得过去世了 阿玛 良儿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 她甚至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她对阿玛 对纳兰家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 请阿玛放过她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她很有可能给纳兰家 带来偷天大祸 我只知道良儿什么都不懂 她是无辜的 如果阿玛仍是弃而不舍 对良儿下手的话 儿子哪怕是拼尽了自己的性命 也要护得良儿一师周全 你也圆 你也圆哪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是谁 你是 你是我纳兰家的丫鬟 父母因病亡故 你后来就一直待在纳兰府 那你是谁 我就是这家的公子 纳兰荣若 你一定是个好心的公子吧 不然的话 怎么会让丫鬟 穿这么好的衣裳 住这么好的房间呢 对了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要问公子 问什么 我的名字叫什么 何须飘洒 诗芳心 粉面琳琅如泪柱 你的名字叫琳琅 琳琅 我的名字真好听 琳琅你在想什么 公子 公子 琳琅记得自己好像在等一个什么人 可是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别想了 你要等的人 就是我 不到 我 别失购了 我 那个 你的 我 你 你 我 思议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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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纳兰大人肯定不会溜须拍马地让着皇上 依我看哪 这场比赛最后的赢家肯定是纳兰大人 我觉得也是 嗯 这么肯定你的纳兰大人会赢 你敢不敢跟我打赌啊 赌就赌 赌什么 就赌今天的晚饭 谁输了就把馒头让出来给对方 好 你输定了 看见了吧 纳兰大人和皇上不分胜负 这样的结果可赢了没两样 什么焦客赢了没两样啊 明明就是没有分出胜负啊 我看你是对纳兰大人着了迷了吧 哎 不过还好晚饭保住 什么晚饭保住了 啊 姑姑 哥哥营帐的衣服都送过去了吗 嗯 我们这就去啊姑姑 天黑之前没干完活儿 谁都别想吃饭了 是 是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报 皇上 福远大将军土海平良捷报 一督王祖城归降 这是他上乘给皇上的 吴三桂的赤书和印斩 明良大捷 过了吴三桂 向南北呼应反我大清的计划 传朕的令 好好靠上前方将士 容若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皇上应兵前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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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ра 容若 今日摔跤 没能决出胜负 明天赛马 朕一定要和你一较高下 容若一定奉陪到底 对了 今天皇祖母差人 送来一些书信 当中还夹带着 几张格格的画像 叮嘱朕 一定要给你看看 皇上 容若 朕帮你推了 朕还不知道你的心意吗 容若谢过皇上 朕其实很好奇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成亲呢 难道 是要等朕给你指一门签示 皇上的心意容若心里面 可是我不要皇上此物 一生一代一双人 容若在等一个我喜欢的公元 那万一你这辈子都等不到的话 你不会是想跟着朕过一辈子吧 如此也挺好 皇上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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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宝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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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奴才这就给您再去换一架 好 等等 命人把他缝补好 这样还要再穿 回皇上 这次行为一切从简 针线房的人并没有跟来 而且您看 这卦子已经弄成这样了 还是换件吧 围肠里这么多宫女就没有会缝补的 缝好就行了 这件卦子 比得上寻常人家一年的口粮了 还不快去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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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公公 有没有法子把这卦子补好了 德公公 皇上的差事我不敢敷衍 只是我们也不是针线房的人 这个破洞怕是缝补不好 这怎么办 不就是一件卦子而已吗 劳烦德公公去跟皇上禀报 说奴婢华珠愿意为皇上缝补 真的吗 那太好了 这个差事就交给你了 谢谢 华珠 德公公 你别听他乱说 德公公你就放心吧 这点小事不在话下 好嘞 德公公 德公公慢走 华珠 你这下可闯了大祸了 不过是一缝缝不补的差事而已啊 手刀勤来 姑姑你就放心吧 这可是皇上的衣服 你以为是缝补自己的衣服吗 皇上的衣服要是有个补丁 那可是大机会 你是不是想掉脑袋 这么严重啊 那 那皇上为什么要拿过来补啊 所以我才说这事难要推掉 可你这个不懂事的非要抢风筒 那怎么办啊 姑姑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啊 玉姑姑 我想到一个人 她可以帮咱们 我能够做了 这朵梨花 由白玉雕刻而成 永远都不会貂心 就像我对你的心 此生 至死不渝 还有蛇 他真有蛇 你快去抓啊 你快去抓啊 我不敢 那怎么办 你让谁去抓一下 你让谁去抓啊 谁来抓啊 怎么了 我不敢抓 你抓 好成一条啊 怎么了 你看 这儿有条蛇 连这也怕 真是服了你们了 林良 你是不是姑娘家 林良姐姐你怎么都不怕呀 这个呀 是一条没有毒的水蛇 现在开春了 正出来找好吃的呢 瞧你们把他都吓着了 明明还吓到我们了 好了 回去找你牛娘吧 林良姐姐 你把他放走了 让他吓才来咬我们 那可怎么办啊 没关系的 就算被他咬一口也没事的 别怕 云初啊 既然你林良姐姐这么说了 那你就咬他一口 看他怕不怕 去 先去换我 小他 别坏 这有他啊 来了 小他有他 回来了 快 这也好 快 这有你 有我呀 有他 自己没本事还要强出头 这下好了吧 恐怕整个新者库的宫女 都要被你连累了 我当时只想着为皇上排忧解难 没想那么多 你敢说你没有想要出风头 好了 这别吵了 事已至此 争吵也无济于事 林良 新者库的宫女 手工做得最好的就是你 你看看可有补救的法子 若是你也没有 那我只好带着画珠 去玉营请罪了 林郎 我求求你了 你一定要帮帮我 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 对不对 可是皇上的衣服 不能有补丁啊 现在没有相同颜色的丝线 就算缝补好了 还是会看出来的 那 那怎么办啊 我想 可以先用颜色相近的丝线 来缝补 最后再绣一些花纹 来掩盖痕 你看如何 好 当下也没有别的法子了 就依你 林郎 还有一件事情 你能不能 在明晚之前 把她缝补好啊 我已经答应德公公了 画珠 你知不知道这样乱说话 懒尸会害死大家的 对不起啊 要是缝补好 就让她自己去跟皇上交代 林郎 我求求你了 这件事情 就指望着你了 好了好了 你们也别怪她了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今晚就算不睡觉 我也会把她补好 如果出了什么插池 就算在我头上 这下总行了吧 林郎 谢谢你 我知道 就你对我最好了 你呀 只要别再给大家添麻烦 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奴才 奉承前宫 惠妃娘娘之命 送些东西 承给皇上 知道了 放下吧 你 奴才告退 打开 喳 还是卉妃娘娘懂得体贴皇上 这帕子定是娘娘亲手做的 小德子 在 让你找到那个人 有消息吗 回皇上 出去找的人回来禀报 说还没有 皇上 还继续找吗 找 朕一定要找到他 奴才知道了 退下吧 这 小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梁儿 你呢 梁儿 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我叫梁儿 你呢 我叫梁儿 你呢 我叫梁儿 你呢 我叫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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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缝不好了 不过这个袖子 也需要同样的花纹才行 你想得真就到 外面在干什么 这么吵 回皇上 侍卫们说要举行一场 抢羊的比赛 皇上闲吵 龙塞这就去把他们赶走 等等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去看看吧 参见皇上 参见皇上 起来 谢皇上 朕听说你们要进行 抢羊的游戏 是 既然皇上来了 还请皇上做个评判 好 让朕看看你们的身手吧 是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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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琳琅 你这是心灵手巧 这袍子缝的竟然一点痕迹都没有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了 这是救命的活菩萨 好了好了 别凭嘴了 现在赶紧洗好运好 天黑之前给它送过去吧 琳琅 我今天累了一天了 又熬了一宿 你看 这眼睛都睁不开了 那怎么办啊 要不然你帮我吧 好吧 好吧 我帮你洗帮你运 你快去睡一觉 这个呀 我来弄就好了 好 那我去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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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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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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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皇上 参见皇上 都起来 皇上 微臣不辱使命 好个荣若 不但是大清第一才子 还文武双全 你们的身手也不错 朕 朕身边有你们这些勇士 是朕之福 也是大清之福 国家 滥给他 你干什么 小的罪肝万死 皇上 请你饶命啊 皇上 你今天怎么了 皇上 小的也不知怎么回事 身体突然一热 我这身体就不经使唤了 皇上 请你责罚 容若 存在 为阿灵找御医看看 是 这 得公公万福 这是补好的吗 是 真的补好了 好 够我吧 没事 你就下去吧 是 皇上 衣服已经缝好了 现在要穿吗 先搁着吧 遮 好 阿灵 law上 也是 而且 他 Towne 划 像 Ma 车 哈 小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静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姑娘 看你眼熟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呀 姑娘 我是好人 李宗盛 不要害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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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曲 李宗盛 滴水琴瑟波 他情恨着歌 寒情默默 香雪入梦 笑黄缠绵的初合 似百转千车 前十月 今生者 醉酒情媚诺 看珠湖无颜色 耳畔熟悉 笑歌 如影调动 装心可曾是 你托风传来的 一封信 安剑笔下 默示那心投影 避难舍 温柔情 剪字如你 痛彻心底 神剑笔 心被时间划破 支撑万里路线 却不能再见面 爱不尽 只恨初见爱意外 想回到那初遇 只是看着你 安静心 爱着你 想回到那初遇 只是看着你 安静心 爱着你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看着你 安静心 爱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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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